左邊的視線 你剛剛腳在這樣子 來來 左邊 手左邊 手左邊 都沒有 其實我們私底下都有合作 不 都有聯絡 就是我們有一個幫派叫做 幫派 我們有一個幫派叫做 賭 賭蘭邦 不要這樣講 你要講你的名字就好 你講你那個字 賭 蘭 邦 因為邦主剛好在這邊 兩位幫主都在 後來我們有加了一個寶媽 所以叫賭蘭寶寶幫 哈哈哈哈 裡面都在聊些什麼 吃飯啦 聊近況啊 聊什麼這些 然後互相關心 對 我只是比較關心 雅韓姐最近幹嘛 啊 你要說 又歌仔戲上 哎呦 加油 好棒好棒 哪有 你不是這樣說的 你好笨喔 幹嘛去拍歌仔戲 把自己的房子都賣光光 最後我最近我才知道說 蛤 你賣兩棟房子去做歌仔戲 我真的是 心疼得我要死 哈哈哈哈 雖然不是我的 但我還是非常心疼 哈哈哈哈 我覺得好棒喔 好像很久以前曾經有過 是不是第一次 金中獎是不是第一次 女生入圍男主角 以前金馬獎是有嘛對不對 但金中獎是第一次 金馬獎也沒有 金馬獎也沒有 對對對 他們都以生理性別去判斷 那所以是第一次 金中獎是第一次 以角色的性別去算史無前例 太棒了 真是一個創新齁 真是一個創新 我覺得我們姚恩熙一起出 我想他10月29號有他的大事 然後我那天其實我有問他 我說很多記者邀請你跟我一起走 你跟他說秘密 想不想跟他說 到時候他就知道 賣關子 但這兩天應該都失眠 他自己一直在想要不要去 要去 不要去 沒有 我覺得他應該是 他每天晚上都很晚才睡 我想他應該是在準備禮服 真的 很想去這樣 對 會穿男裝還是寫裝 還沒有想過 真的齁 還是一半 半身 還沒有想過 是一個很頑皮的朋友 他說叫我穿芭蕾舞裝 但是我絕對不會 主要就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淨存就沒辦法常回來 所以這次就卡住 那剛好真的就像我們前面講說 聽說雅蘭姐要來 我怎麼可能 國寶集這麼大牌的 對不對 這麼大卡司 就真的是錢懂 我們老闆娘的功勞 他們同班同學 特別邀請雅蘭姐來 來幫忙這樣子 不然我一個人也太累了 不會啊 你一個人也主持得很好 但由雅蘭姐在一起 欸 更開心不一樣 對 再續前緣